你绕来绕去 你绕来绕去 就是来替宋明川求情的 大嫂 你说茗玉她能给爸这个面子吗 我也不好说 如果茗玉真的给爸面子了 那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茗玉还是不原谅明川的话 你也别怪她 毕竟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茗玉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我不能看着茗玉被判刑坐牢 她以后出来怎么工作 怎么去见人了 后半辈子就毁了 朱莉 你先别着急 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 茗玉的伤情啊 她真的伤得挺重的 大嫂 我不是不关心茗玉 是现在明川还被关在里面呢 她只要在里面一天 我就没有办法冷静 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 但我也没有想到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明川会去打人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 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 但是就算是有矛盾 一家人哪 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呀 真的要是打残了 打出人命了 那谁能好过呀 我当时是亲眼看到 茗玉伤得有多惨 满地的血 战都占不起来 如果你将了茗玉的伤 你也能理解 能理解茗玉 为什么不肯放明川 让茗玉的伤 苏明川也是 做事太冲动了 根本就不够脑子 大嫂 你是不知道 自从妈去世以后 明川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脾气特别地暴躁 你说得没错 她苏明川打人就是不对 喂 大嫂 你放心 只要现在茗玉肯答应 放明成出来 等她出来了 我一定好好教育她 以后不会再发生 这种事情了 我知道你委屈 让她打成这样 你成还设人吗 可您冷静下来想想 你说你二哥 这要是被判了刑 有了安迪 那将来怎么找帮助 还怎么见人呢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 饶过他这一回吧 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 爸不想看见你们两扮俱伤 都是您的孩子 我怎么就不相信了 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 你都不肯站出来 替我说一句话 你还把孩子们打成 给你 跟我们一扮俱伤 你还敢说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你还知道了败俱伤吗 爸也是心疼你的 我感觉不到你 爸 我感觉不到你 你还没想到他 是 为了你 我感觉不到你 你觉得你是一个 合格的父亲吗 大小 我妈打我 你就钻厕所 我妈骂我 你就假装看报纸 这些事我都记得了 你有点衣服看见没有 一会儿给我洗 你有手有脚 凭什么让我洗啊 好什么吵啊 回来就吵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孙明 你是不是 爸 你别走 我不走 我吃完了 我从边上坐着去 有事有事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 你别那么多事了 爸 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我 我上厕所 爸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过不去 我永远都过不去 我永远都过不去 我大哥要 要出国 家里没钱 你们就卖了一间房供他 宋明成要结婚 你们又卖了一间房 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我呢 我也是你们女儿 你们为我做什么事 那跟我没关系啊 那是你妈 都是我妈的错 那你说过她一句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想考清华 我妈不让我上 说没钱供我 你在旁边附和 你跟着她一块儿 终结了我的梦想 你刚才还好意思说 你要为我做主 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 一件事情 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 爸 你愿不得我瞧不起你 你背着我妈的时候 就只懂得抱怨 你当着我妈的面 你就是个窝囊废 你太不像个男人了 别这么说你爸啊 实在是你妈太硬了 我也不敢说话呀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一直都怀疑 你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我今天实话告诉你 我还真久做过DNA检测 你这个孩子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我就是想证明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 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我身上流的还真是 你和我妈的血 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 自己是苏假人 我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事实 我意识 是呀 爸知道你委屈 爸对不起你 可是你也不能 跟爸说这个话呀 爸心里一直有你 你住医院了 爸也睡不踏实啊 你行了呗 你今天来是为我 你就在宋明城家 住不下去了吧 是大哥和朱利 让你来的吧 果然 被我猜中了 亏我刚才傻呵呵地觉得 觉得你还真的变了 你既不会为了我 也不会为了苏明城 你只为你自己 所以你怎么想吧 不管是谁让我来的 不管是谁让我来的 爸还得求你 求你绕了你二哥吧 别让你爸为难 我求你们了 你们别再比我了 你这儿 比起来我什么事情 都干得出来 我知道 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明依啊 好好养伤啊 早日康复 把惦记你 其他不重要 你说这个名城可真是 惹谁不好 你说他非非非要惹你 还是你嘛 还是你妈了解你呀 她知道名城闹不过你 我妈该了解你了 明依啊 你太像你妈了 太像你妈了 她知道妈了 做得好 难道 还晚上 谢谢 您